观众朋友晚安您好 欢迎收看1900重点直播 我是辛华为您新文化重点 头条讯息呢 稍待会大家关注的是中华队 今天晚上的最新赛事 还有联阳配后续 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 观众朋友日常生活当中 行的安全了 今天在台北市大同区 发生了一起不幸的死亡车祸 疑似是因为大货车的视线死角 没有注意到执行骑脚踏车的富人 结果富人被卷入车底 不幸没了姓名 沙石车在路上执行 到了路口转弯 却撞上骑程脚踏车的富人 瞬间从车底下 掉出不少物品散落一地 但是第一时间 驾驶似乎没有发现继续行事 现场拉起封锁线 远景货报赶到现场 发现被撞上的富人 已经明显死亡 而监视人员随后也到场拍照彩阵 还能看见被卷进车底的脚踏车 被移到路边 后方装设的篮子当场解体 车祸发生在台北市大同区 明显西路合成的路口 上午11点多 沙石车驾驶开着空车 要去工地在沙石 只剩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就会到却发生死亡车祸 而73岁的死者当时吃晚饭 正要骑脚踏车回家 遇上死结 家属事后也赶往派出所 了解状况 车祸现场就在我后方的路口 当时刹车驾驶右转的时候碰撞到单车骑士 对方是被连人带车卷进了车底 但是驾驶却是一路把车开到这地方 停下来下车才发现自己撞到人 没有看到骑士吗 怎么会没有看到啊 有没有视线死角 山川蓝衣的50岁夜心驾驶 工程视线死角 没有看到人 走完后才发现车底好像卡着东西 下车查看时已经来不及 被衣过失致死最嫌送办 但这回沙石车上车山两侧 各有两个后照镜 才能让驾驶看清楚车边的状况 是不是真的不小心 还有待警方调查清楚 台南也发生了行人地狱事件 这起不幸事件是 陈大教授的女助理走在斑马线上 结果被左转的休旅车驾驶 不慎撞上脑死 而江属不敢置信的是 家人只是外出丢了垃圾 却无法回家了 希望政府要多多注意 行人的安全问题 路口间隙拍下行 耗炙缸绿灯 女子独自一个人走在斑马线上 但路才过到一半 同向的一辆宝石接手旅车 左转没理让他直接撞上去 周车赶到现场时 周围有热心民众帮忙指挥交通 但被撞的女子已经倒在地上 懂谈不得 救护人员紧急将他固定 台上单驾送医 但经过抢救后还是宣告不致 我妈妈刚好被那台计程车挡住了 她转弯的那个刹那 刚好我妈妈就出现 那她也来不及刹车什么 对因为现场地上也没有刹车很 照成说我妈妈当抢救 基本上就是脑死了 被撞死的是台南陈大明教授的女助理 死者脸书上po的大多是跟一家人 到处出国旅游的照片 夫妻两个一双儿女看起来相当幸福 没想到在七月二十号晚上八点多 新死者只是出门倒个垃圾 没想到在返家途中遭遇死结 被左转的蔡信驾驶撞上 一家四口天伦梦碎 让丈夫跟孩子都无法接受 而类似状况在去年北区才发生 与小妹妹走在斑马线上 遭左转车碾毙的憾事 没想到事件再度重演 让该路口的安全性受到重视 让行人有额外的行走的时间 而不是说跟着所有的汽机车同时 已经这么大的路口 对因为这对行人来说也是 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在工程上面多加琢磨的话 我们只会让这些意外发生的机会更高 车祸的路口很大一共有五个车道 行人在过马路时与招惠车流容易有死角 而路口又刚好是居民倒垃圾的定点 就怕汗事再发生 人本交通促进协会也沿拟增涉护岛 及斑马线来增加用路安全 提别新闻顾手昌台南报道 再来话重点时间 带您看到巴黎奥运的特别战报 昨天晚上您度过激情四射的周末夜吗 因为我国最速配的羽球男双组合 林洋配创下了台湾史无前例 未免了两届奥运金牌了 而重新重演了像是王岐霖背后击球 还有最后得胜两个正反面倒地的 这个圣杯的景象 而全台湾都陷入了金牌的狂喜当中 但是这个胜利可以真的是说得来不易 因为第一局的时候林洋配虽然领先 但是第二局的时候被中国代表队 以其他18比21反超打成了1比1平手 最终呢在第三局中局之战 是以21比19顺利拿下了金牌了 也写下了台湾的新记录 而这个过程当中呢 场边的教练看起来很淡定 但是心情却是十分的紧张 因为这一次林洋配出战巴黎奥运 可以说是抽进了死亡之组低组了 因为在这个组别里头呢 有许多的强敌 像是日本还有第一种子中国队 那么教练陈宏林就说赛前没有期待 林洋配能够顺利夺牌 但是觉得林洋刚人的表现 真的是要给他们打100分啊 接下来林洋退役之后呢 就会到体育大学去任教 那么同时呢 他们也有分析这个赛场 到底台湾的选手是如何继胜一筹 赢过中国大陆的呢 其实跟林洋配两个人 欲强则强非常有任性 心理的素质极高有关系 因为这个比赛的高张力呢 选手的压力就会相当大 都要靠自己做心理的建设 而且呢小组赛抽到死亡之组 要多打一场才有办法出现 进入金牌战 这些呢都要调试这些高压 跟比赛挑战的这种预期心理准备 才缔造了林洋配 几乎是林拜基 一路挺进到金牌了 而不过呢在场边 观赛很淡定的教练 他们说真的是看比赛 看到快没有裤子了 王智霖跪地庆祝高举双手 林洋直接躺下 最后两人还来个大大的拥抱 这一刻林洋配真的做到了 在奥运夺下金牌 顺利连装也是守队在奥运羽球 男双蝉联冠军 蝉斗了76分钟 才成功缔造历史新叶 开局中国队先得分 后续林洋拉开5比2攻势 一路领先 后半段对手开始追袭 林洋也稳住正脚 21比17 20分钟收下比赛 但第二局同样中国队先开张 即使一度比到11比9 但后半段对手紧追 已失8比21失去第二局 进入关键第三局成体能大考验 一开始下场就做了非常艰难的准备 那对手其实也给我们非常大的压力 然后再打到第三局的时候 其实我们两个其实都已经体能有点下降 决胜局开始前 李洋先呛王岐霖是不是累了 才让他再度绷紧神经 一开始就先拉出4比2领先 但对手一路猛追陷入胶着 林洋先攻下11分 后半局开始加强压制 以21比19完成金牌二连霸 我们真的很感谢现场 所有观众跟支持生 然后在萤幕后面的所有人 因为他们的鼓励 我们才可以继续在场上坚持 加油生成最大后盾 但比赛真的太焦灼 让教练也很紧张 太紧张了 看谁发挥正常 看起来是我们比他们发挥正常 对啊 但是第二局的那些发挥比我们正常 那第三局有时候 你让他们也紧张啦 黄金男双成功逆转 林洋配再撞雨潭高峰 奥运跨界12连胜也缔造2连霸 不只让李洋在奥运最后 一武化下完美句点 也让世界再度看见台湾 能再次站上颁奖台 然后又可以让国际哥 在会场去做播放 我们真的觉得非常感动 那一刻真的是有哽咽 黄金男双打档已经6年 拿过10个冠军 从2018年固搭之后 2019年在国际赛就拿下冠军 2021年泰国赛事3冠 还有冬奥的金牌 只是近3年状况不佳 只拿下一冠 多少还是会去想说 为什么我们没办法 再公开再拿到好表现吧 当然我相信每一位运动员 都付出很多努力 没有人想要上场输的 其实一开始 两人也不是顾搭 李洋一开始跟江玉伟 205年改跟李承辉 到了2018年年底 才到土英跟王岐霖 而王岐霖2012年开始 先后跟乌孝林 田子杰 还有陈忠仁 2014年下半年才跟陈宏林顾搭 在南京市井赛摘同 而这回发文 谢谢大家也有陈宏林的身影 总评其实就是100分吧 因为这是他们组合的最后一场 算是最后一个大型赛事 必死的决心要想尽办法 要在奥运会上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那最后也无愿的达成他们最后的一个目标 陈宏林从打档变成教练 见证林阳在创历史 虽然中国男生傅海夫也有连两届奴机 但是打档不同人 这回林阳佩是跨界十二连胜 守队完成未免 卸下历史新页也订造难以超越的里程碑 TVBS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 林阳佩缔造了中华奥运 史上难以超越的里程碑之外呢 同时也团结了台湾人的心 像Alex在线上就说 林阳佩在拼搏的时候 正是台湾人最团结的时候 那么也有人说 依莎贝亚说 余秋真的很厉害 要给他一个赞 那也有人留言说 其实昨天中国代表队也是可敬的对手 并且后生可畏 因为中国代表队才年仅二十出头 未来感觉应该也是大有可期的 但是呢 我们线上有网友NAS就说了 接下来会不会是林阳完美的结局呢 原来啊 两个人搭档在奥运的赛场上面 搭档打球会不会是绝响呢 因为呢 这可以说是林阳的奥运最后一舞 所以昨天呢 赛场结束的时候 林阳呢 他非常情绪澎湃的 跪在了球场上 那么并且呢 弯下了他的腰 对场地敬上了深深的一吻 似乎就是要跟球场来吻别了 因为他接下来呢 就要去体育大学担任副教授 而林阳呢 他在这个颁奖台上 跟其他的银牌 还有同牌选手 在自拍合影留恋的时候 也特别交代马来西亚选手 好好拍呀 我只剩下这一场了 而同样他的爸爸呢 为了见证自己儿子的荣耀时刻 经历了多番了波折 花费了大笔的金钱 终于顺利赶到了巴黎 能够见证他拿金牌的样子 林阳配金牌战后 颁奖台上竞益同牌一起合照 拍照的当下 林阳说 要拍好哦 因为我只剩下这一场可以拍咯 随口了一句话 逗笑一起自拍留念的马来西亚选手 可是旁边的大宝贝王麒麟 还有广大粉丝们都眼眶泛泪 好舍不得 赛后台湾时间凌晨一点多 林阳在脸书po文 最后一舞这是送给你们的 还搭配一张最完美的笑容 右手拿金牌 左手指向奥运五环 能在巴黎奥运爆回金牌 为台湾争光 也替自己在奥运的最后一站 留下最好回忆 发文底下吸引大批粉丝 还有名人来留言 蔡上线 唐从盛也来了 感性告白我爱你 舞得太感动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打出这么精彩的终局之战 令人感动的拼战精神 感谢每一位教练跟团队伙伴 你们是台湾的骄傲 谢谢大宝贝我下课了 他还没有下课 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年终赛 李扬人家大宝贝还舍不得跟你分开 原定九月的台北宇愁公开赛后 就要隐退 但麒麟大宝贝话中有话 还有年终赛留下伏笔 二十八岁的李扬在生日前 拼下奥运二连霸 在最巅峰的时期 华丽转身转战学术界 国立体育大学也表示 其实在东京奥运之后 就已经招聘李扬老师进学校 接任副教授级的专业基础人员 要把李扬的专业加上学校的发展 一再一再与二 协助国内语求运动发展 也期待李富教授培育更多替台 宇求国寿 而最后也会期待李扬 在执教编之后 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选手 替台湾争光 不过同时呢 昨天在奔奖台上 看到了我们的旗帜 被升起的那一刻 不晓得你是否 也跟林扬佩一样 热泪盈眶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在场的有很多的国人 高声启唱国旗歌 让大家都觉得充满了荣耀与感动 而且场边呢 也有很多人呢 在进场之前创意的应援 用这个纸盘来画成台湾No.1 然后同时呢 也在外头画出了林扬佩的 可爱的画像 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 台湾的印象 那么颁奖典礼上播放的 这个国旗歌呢 也是我们的奥会认证的歌曲 也是代表我们的象征 同时呢 两个人在台上 听到了歌曲的当下 似乎也心有所感 或者是想到这一路 取得金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两个人差一点 就要落下了男儿泪 未免奥运 羽球男子爽打金牌 林扬佩手前手高举欢呼 颁奖典礼上听到国旗歌 王麒麟还听到忍不住掉泪 毕竟这是他在台湾的爸爸 最期盼的 场内球迷高举中华奥会会期 林扬佩夺冠 应援民众也很嗨 在颁奖典礼上 大家感动大唱国旗歌 有球迷形容场面相当震撼 而网友则说 听到泪水都快hold不住了 没想到这么多人会唱国旗歌 我在电视机前还有跟着唱 而被击败的中国队梁王沛 在一旁则是被形容 听了一脸很尴尬 只不过巴黎奥运是李扬直言的 最后一舞 在颁奖后他与二三名合影自拍 不忘提醒掌进的马来西亚队 要排好 这是我最后一次可以排了 看林扬 我们巴黎就叫花都 就登峰造极 没想到真的达到了 我们台湾所有同胞的期待 场外球迷为了应援林扬沛 有球迷发挥创意 花招百出 有人手工写上台湾的注音符号 以及还有英文谐音 来为林扬沛加油助阵 似乎是上次四强赛 有台湾海报被撕毁 法国羽球馆安检寄出标准最高规格 这些物品统统都被禁止带入会场 还有人被骚身 好虽然非常可惜 很多台湾的象征 或是我们的国旗 是没有办法进入奥运会场的 最主要就是因为 国际奥委会规定 他们觉得这是体育竞技的赛事 任何犯政治的这种象征 是没有办法出现 除非你是参赛国的国家 不过因为我们是用中华台北的名义 去参加的 所以才会出现球迷觉得 有点泄气的这样的状态 不过昨天呢 其实两岸的网友又观察到了 央视第五套 也就是他们的体育频道 怎么没有转播林扬沛的节目表呢 金牌战这是两岸大战 怎么没有出现呢 而直到是后续在 CCTV16奥林批克频道的节目表才有更新 而整体的播出时间呢 后来又再度出现了 在他们的体育频道当中 但是呢 似乎都是从第一局之后 第二局稍稍的播出了 大约是40分钟 10点10分播出 那么到了10点半 那么11点出头的时候又切转播 但是到了11点43分结束前呢 又停止转播了 并没有完整的全程转播赛事 那么外界也好奇 这样的转播决策到底是什么 一下播又一下不播 难道是有感受到球迷的压力吗 阿里奥运羽球男双林扬佩 击败大陆摘金 看着大陆球迷 边鼓励梁王组合 边骂台湾 有大陆称 银牌也很棒啦 恭喜网场两尾坑 还有人骂裁判 是不是有问题啊 老判网场发球 有一球明明在界内 还有大陆网友 打不过林扬佩 干脆顺便吃吃台湾豆腐 例如有大陆网友直接说 恭喜中国 斩获金银奖牌 但更多的抱怨是 看不到这场两岸对决的转播 欺诈了 许多留言骂 凭啥有娃娃 一指台湾就不给直播 还怕他们啊 8月4号下午5点半 直播节目表 都没有列出羽球男双决赛 晚上节目表才更新了消息 但是比赛晚上10点10分播出 央视体育却在赛事进行到第二局 晚上11点03分 才切换进转播 这时大陆组合已经落后2分 直到11点43分 结束转播 没有后续的颁奖典礼 全程只转播了 40分钟 林阳配对上的大陆组合 网场两尾坑 都是00后 从大陆征战到亚洲 斩获了不少男子双打冠亚军 迅速崛起后 在上个赛季 一路前进到了世界排名第一 成为奥运会大陆头号总子 今年两个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梁维康的前广州教练回忆起这位又矮又肥的小子 给的评论是很精明 小时候虎头虎脑 和搭档王场都是羽球界的好苗子 TVB新闻谢贤熙 陈向如综合报道 不过林阳配对上了中国的梁王组合 两岸大战似乎也激起了这敏感的统独 还有政治意识的立场了 我们就带您看到呢 就是国民党立委汪小林 他在微信上面声称狂吓中华队 王麒麟 李扬羽球双打 两度奥运夺金是中国人的骄傲 同时呢 他在脸书上面也写下 同心同德贯彻始终其立得金 那么李扬王麒麟是台湾之光 但是民进党方面的粉丝呢 还有支持者就说 这个宪法的认知 怎么在微信跟脸书上面 抢里抢外 是不同一套论述的呢 那么对此翁晓琳也表示 对他来说都是中国人赢求 来来来 庆祝李扬佩奥运联霸 国民党中央发送200份鸡牌和珍耐 很重一笔传青 如果再得金牌 然后玉婷得金牌 我们继续加码 鸡牌珍奶10分钟内被秒杀 只是党内立委的言论 会不会让蓝营流失的名义 焊着鸡牌珍奶一样快 王晓琳一篇贴文引发争议 微信上写到 狂赫中华队王麒麟 李扬羽球双打 二度奥运夺金 是中国人的骄傲 但脸书却只写说 狂赫林扬佩奥运 二度夺金台湾之光 让绿云狂酸融使金句再连发 但王晓琳不认为 信发文失言 他回应不管台湾还是大陆营 大家都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句话没有错 为什么要删文 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 大家不管是怎样的心情 我们都是为我们的 林昂配来加油 共同都是我们的骄傲 放缓加灭火快速离去 就知道这话让主席觉得有多尴尬 TVB的新闻董优 郁君花正生 邱婉柔李总释 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台湾人都会说 金牛金牛出国比赛 拿金牌 那么昨天总统来请的 就是相当高兴 亲自致电给 获得金牌的这个 李昂王麒麟的家属们 恭贺他们 同时说他早就观天象 知道他们会拿金牌 隔了一夜 总统人沉浸在夺牌 喜悦礼 羽球男双金牌站 总统全程紧盯 一度还说全国应该放假一天 但中座只是完喪话 毕竟总统就算一夜没睡 还是得乖乖上班 逢人就分享赛后心得 总统真的好嗨 而就在林洋夺牌的第一时间 先打给王爸爸倒喝 哎呦总统你是不是太兴奋 叫错名了 当然王麒麟本人 总统也没忘 找了近一个小时 凌晨一点左右终于call out成功 恭喜之余也提及 王爸爸去爬七星山 果然带了好运 王麒麟在笑回 爸爸布置爬山 还喝金牌 令总统跟李洋通话时 大赞他很冷静 默契家更聊起这段小插曲 上个月的总统府音乐会 李洋爸爸就坐在总统旁 总统说当时他抬头发现 月亮突破乌云也跟李洋爸爸说 这代表突破与希望 这冠军没问题了 这打气如今成真 嗨到整晚没睡的总统 只要提到林洋 瞬间又是精神满满 TVB的新闻 董工均换柔才报道 不过林洋配夺金之后 今天您上班 是不是有发现 有很多金牌优惠呢 像台北市立动物园说 欢迎大小朋友 亲子客跟游客 到动物园跟林洋拍照 就可以兑换一些优惠的措施了 而现在台北市长蒋万安 他还说要加码 要在台北市的 市北科的西基地 来盖一个国际级的羽球馆 据说呢 容纳的体量会是三层楼 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 现在国人呢 打羽球的 这样的风气如此之盛行 而且选手也打出了好成绩 更要再加紧投资 培育更多的人才 和金牌羽球男双选手 王麒麟一起打羽球 台北市长蒋万安 当然不能落腿 而就在林洋配夺金之后 我们要在台北市 打造世界级的国际羽球馆 这其实不是一时的决定 林洋配夺金之后 是掀起了羽球热 台北市长蒋万安 甚至喊话要盖一座 世界级的羽球馆 而那座羽球馆 就将会在市北科的西基地 也就是我旁边的这块空地 初步规划 这座国际羽球馆 是地下两层 地上三层 大约8400平方公尺 预计可以设置 四到五面竞赛场地 以及两面暖身场地 还有大约6500席观众席 其实台北市能举办 国际级羽球赛事的 有小巨蛋台北体育馆 和平篮球馆等等 但都是复合式场地 的确少有专达羽球的 世界级场馆 目前我们评估最适合的场地 是北市科西基地的学校用地 借着这个感动时刻和大家分享 也很希望邀请林洋 和我们一起规划和推广 要找南双传奇组合一起讨论 毕竟台湾的羽球场馆 最完善的不外乎 就是训练国手的 左营国家训练中心 不过像是双北地区 也有不少私人羽球馆 都能提供休闲运动或是教课 只是盖世界级羽球馆 对市民来说还有点遥远 羊羊羊羊 要庆祝林洋佩 北市府公布台北大放送 从动物园运动中心 到儿童心乐园 和猫空缆车都有拥会 更是加码奥运金牌 连霸专项奖金300万元 也就是说加上国光奖金 王麒麟可以领2573万元 不只选手 也要让所有人都能感受 夺今后的欢乐氛围 TVB的线线 先用论众生台北新北采访播导 好我们也谢谢李昂跟王麒麟 期待更多国手友好表现 而紧接而来 我们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公共议题了 我爱做的真意时有所闻 这回又有乘客 在台北捷运上 又碰到老人家坐在他旁边 认为他不应该要做博爱做 说他很悲哀 并且说你要有仁慈之心 老无老即人之老 你也会老 可是这名年轻的女乘客 不解的是 其实列车上还有很多空位 为何老人家要这样苦苦想逼 大个捷运怎么会突然被人骂 原来又是博爱做争议 竟然都是给你打 有位置啊 明明有其他位置还空着 女子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做人 但眼前这名男子嘴巴却没有停过 继续大声嚷嚷 搭车的张姓女子指出 当时她跟朋友 从北捷大安站搭到原山站 当下车上人不多 却被对方指责 就是一开始人也蛮多的嘛 然后搭北车下车之后 我们也才坐下 然后因为我两个朋友 是坐在我前面的博爱做 然后阿伯就跟我朋友说 小姐你们可以坐这里吗 拿手机跟我分享东西 然后阿伯可能因为 我们在讨论他 还凑过来就是靠近我们的手机 然后开始大骂我们 博爱做争议最近一件接着一件 引发讨论 有不少人指出应该要废除 但是北捷表示 博爱做是依据 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还得要配合交通部的规范 在明显处标示 博爱做的字样 目前也只能多加宣导 而博福部则指出 未来将会改称作优先席 毕竟把位置留给 真正有需要的人 也才能达到阿伯口中的仁慈 这边先黄金国家 曼台报道 不过公共场合 偷拍是零容忍的 不过有名受害者 发现自己在台北市的地下街 遭人偷拍 甚至他还自己当科男 找出了偷拍朗的身份 是台大数学系的高材生 在社群平台 公布对方的账号 没有想到呢 这一名偷拍狼 还大言不惭的 跑到这贴文下面去呛声 那么针对这起事件呢 那么受害者已经报警 台大暂时没有回应 不过其实第一时间 校方有接获检举 现在已经把案件 送到姓平会处理 被抓到偷拍 女子群体黑男当场 跪在地上 直说对不起 要求别报警 案件发生在今年五月 东区地下街 虽然他自愿把手机 给被害人检查 还把包包内的东西 全翻出来 但趁大家不注意时 他疑似从提袋内 拿出另一只手机 偷偷藏进口袋 警方表示 由于被害人 时候没提告 但为了提醒其他人小心 有人创立这个IG账号 文中直接指出 原来偷拍狼 是台大学生 说自己创立这个账号 就是要防止 有穿裙装的女性 再被他偷拍 却没想到 贴文引来本人留言 坦承自己就是当事人 要大家小心 甚至还用不雅字眼 入骂被害人 蛮过分的 因为他已经算犯法的行为了 当然会担心 遇到像他这样 对此台大校方表示 占不回应 但根据了解 就读的细索 确实是有接获 email检举 也在货报 20小时内 就送往了性评会处理 目前还在调查阶段 大学生的行为 已经算是一个 成年人的部分的话 跟学校本身的关联 并没有那么的密切 有很好的教育的程度 或是能力的话 不代表是很好的品格 确实成年人的行为 本就该自己负责 但当初被害人 没提告放过他 却换来偷拍狼的 留言谩骂 当初的对不起 就怕只是说说而已 中信兄弟的啦啦队成员 廖小安 他说日前收到了电子邮件 对方是来宣告 他的社群使用 已经违反了版权 并且要求他必须点开 信件里头的PDF档案 但后来担心是钓鱼网站 仔细去清查跟询问 果然是诈骗 球场上热力唱跳 每个笑容更是电力满电 搭配时下最流行的K-POP 画面太美太美 他是啦啦队员廖小安 目前也是中信兄弟一员 很胡耀于社群 但在制作短片这件事 前阵子受了非常大的惊吓 这份律师函看起来非常真 标题大大著名 版权清权诉讼通知 说他们代表鬼石唱片 发现廖小安所用的视讯音讯 有严重清权的状况 详细流程附在夹带的PDF档里面 该点吗 他愣住了 会这么紧张 就是因为被点名的公司 确实有在经手版权清权业务 好在廖小安发现电话号码都不拢 查证后确实为假 但有网友也是苦主 更惨的是他点了PDF档 随后该律师事务所也发声明强调 即发的中文警告函都会以纸本的形式 附上律师签章双挂号记答 鬼石唱片同样强调 从未发出这样的通知 真的别上当 否则欲哭无泪 而日前台中有民众拍下 怎么有玻璃士大人蹲在这电线杆旁边 是失恋了吗 还是身体不舒服 后来才赫然发现 他是在拍测速的照相 那民众质疑了 现在检举违规不是都要有公告吗 这样子难道没有违反规定吗 远警被靠电线杆 蹲坐路边手持测速 起追焦要抓 有没有驾驶违规超速 不过周边通通都没有设立告示牌 让不少用路人直呼 难道这位远警是在跟民众玩躲猫猫吗 日前有民众骑车行进台中台湾 大道六段往杀路的方向 发现有远警藏在电线杆后面 试图要取缔超速违规 而这处路段是斜迫路段 限速40公里 让不少网友痛批 警方根本就是在投拍抢钱 测速前方没有提前警示 也让不少人质疑远警 这样取缔的方式 符合规范吗 事件曝光后 原本无日分纸回应 当事测速地点取缔都合乎规定 不过引发大量的民怨 加上警政署高度关注 两周后案件处理大转弯 无日分局改口表示 当事远警藏在电线杆后面测速 是属于不当行为 一规定即申结一支 另外取缔过程不符规定 也已经主动将该时段的罚单 统统都撤销 TVB的新闻 黄国权料反映台中采访报道 桃园有名李先生 被警方通知涉及了刑案 请他到排出所 配合办案做笔录 而到排出所之后才发现 自己怎么违规记录一箩 还累积了相当多高速公路的 过路费以及罚单 后来他才发现 自己的车牌被人冒用了 对方就挂着他的假车牌 四处犯案 鲜红色进口轿车在国道上奔驰 车友帮忙记录帅车瞬间 三不五十车距也会开着爱车处来交流 但车主没想到车牌遭到仿冒 害他变成嫌犯 当时车主李先生6月8号带着家人 从桃园南下墾丁出游 北港派出所的远警突然打来 说他在6月4号涉及刑案 但犯了什么罪 电话中不肯讲明细节 只说报案人有看到他的车子 触摸在案发地云林 要他到案说明 但李先生当天根本不在中部 怀疑应该遭人未造车牌 只是还得配合远警上班时间 害他连续两周开车南下 就为了制作笔录 试扣才知道涉及的是恐吓和毁损罪 远警将他列为关西人 之后还要等检察官通知上法院 让李先生指控明明自己才是被害人 却跟刑案车上关系相当扰民 李先生补充不止这样 一直到现在 未造他车牌的人还没抓到 不断在云林高雄屏东跨线市移动 国道过路费都算在他头上 还收到一张围停罚单 罚单照片中的车子 除了车身颜色也是红色 其他都明显跟他的车长不一样 罚单加上过路费 目前为止已经累积了三千多块钱要叫 近期挂甲牌案件暴增北港分局表示 目前只有调扣注销失窃刑案等等 会在警用系统驻击警示 警政署和交通部都有研议要修改 只是还没修改好之前 被未造车牌的无辜车主们 也只能自认倒霉浪费宝贵时间 TV就成为罗新桃园云林综合报道 而新北市新装这一些社区住户漏夜排队 新好累 原来社区的停车阁呢 只有298个 但是要停的车有600辆 所以呢 森多中少的情况之下 只好熬夜排队 而官方会员表示 他们其实都会发放号码牌 请大家不要过早 或者是半夜就来排 但是呢 由于停车位太抢手了 还是出现了傲夜排队的现象 时间一到好几个人接连排队 前面甚至已经奉了好几张椅子 每几分钟家家户户拿出椅子被战 都坐在上面排队 到了深夜人潮不减 干脆不睡觉 频频打喝歉 伸懒腰 大家继续坐在位子上 边滑手机边等着发号码牌 这时候队伍已经排了一圈 这里不是在排演唱会入场券 而是在排队等着社区机车停车狗的门票 有别于其他社区大楼 利用抽签的方式抽停车位 位在新北市新庄的这个社区 都要用排队的 除了不是人人都有车位外 大家也想抢离住家电梯比较近的位置 有人不想浪费时间 干脆花一千元上网找带牌 传到通宵排队乱象 部分诸乎认为去年就已经表决通过 用抽签方式 今年又变成排队选位 指引管委会收遍九遍 一年一度登记机车位 社区有六百一十六户 却要抢两百九十八个停车位 每一户还能登记两个位子 大家预期心力 造成通宵排队管委会也强调很无奈 随着管委会调整机车位登记方式 住户们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如果共事迟迟没有达成通宵排车位的状况 恐怕难以解决 TV被闪过 金属卑宇 新北市采访报道 而再来看到是民众住的问题了 为了打击租屋黑市民间团体不断呼吁 我们的租市场应该要透明化 什么样的地区 什么样的区段租金多少钱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让租客能够 按照这个租金的水准进行市场机制的比价 而现在内政部表示呢 他们呢会来去识别化 还有保护各资的原则之下 不同区域房型房源的资源 明年一月会公布给社会参考 不过这样去识别化的做法 也被房地产的专家抨击了 应该都要通通公开透明 因为去识别化 难道是要保障逃漏税的房东吗 上班族谢先生是高雄人北漂10年 从大学开始在外租屋 换过六七个租储 就曾遇过二房东乱喊价 就是我是在租屋网站上面看到 然后他上面就挂说套房 然后一个月五千块 对然后后来我们到了现场那个地址 然后他会说就是这一块是给女生的 然后女生才五千块 所以男生是七千五 然后会是另外一边 他就带我们去另外一间 就是更破的房子这样 对然后说男生就是只能租 租屋市场长期地下化 租金资讯不透明 缺乏制度保障 对年轻人而言 负担过重的租金 是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压力 像我现在租在南京复兴 就一个月两万块 然后就会觉得说 就如果公开透明 发现大家可能都是偏低的价钱 然后就会去衡量自己 现在租的房子是贵还是便宜 我们这种租屋组 就是只能被动的看房东 开多少价钱 我们就是挑多少的房间这样 所以就是如果资讯不透明的话 我们在找房也没有一个依据 去评断说这一块地区的租屋的价钱 到底落在哪里这样 租屋黑市问题严重 民团呼吁区域租金应全面实价登录 因此内政部力拼不修法 在去世别化保护各资的原则下 明年一月起公布各区域的租金行情 民团建议修法将贷款案件租金资讯直接登录并对外公开 因为现行法规只有包租进行实价登录 比例占多数的贷款却不用揭露资讯 崔妈妈基金会直言 唯有包租贷款强制实价登录后 才能透过相互比价的市场机制抑制租金 台湾的租屋黑市就是有七到九成的房东 在租屋的过程里面是避掉他的相关税付的一个责任 还是用出未用住宅的名义在做登记 所以政府的相关的政策也都会还是受到大打折扣 不要用去识别化的方式 因为如果是现在买卖不动产都能用 就是个别的实价登录的资讯这样的话 应该比照买卖不动产的实价登录的方式 来做揭露的一个方式 根据内政部统计 去年有效租约案件共65.7万笔 占整体租市场75% 未来将会定期每年公布区域的租金行情 不修法就是怕矫枉过正 助涨租金冲击租市场 但房市趋势专家李同荣直言 租金会不会上涨是供需问题 不能因为租金会被转嫁 就让租赁黑市持续猖獗 全面识别化实价登录 才能让逃漏税无所遁形 内政部的说法是说 假如我要全面实价登录 担心租金会被转嫁上涨 那请问政府是不是不要查税 因为查税也会让租金转嫁 所以这个说法是完全是鸵鸟心态 同样一个执政党 这个交易市场讲的话 跟租赁市场讲的话都不一样 现阶段租赁市场登录制度不健全 房仲专家分析各县市区域地段 租金差异幅度大 内政部若能细分路段或里 来公布租金行情 才能提高参考价值 你如果说整个县市 或一个很大的行政区的话 其实没办法呈现 每一个地方它的地段差异 比方说我们举例 以台北市的信义区来说好了 信义计划区的那些豪宅社区的 平均租金 绝对会高于无星街一带的 平均的租金行情 它公布的方式是比较 没有办法分辨区段地段的话 那相对起来对于民众来说 它就需要花更多的功课 去解读这些租金行情 全台租足超过三百万人 政府应当领头羊打击租黑市 保障百万租足的居住权利 TPBS新闻 陈友祥 刘彦宣 台北才放不倒 再来大家关注的是巴黎奥运的最新战棒 亚洲猫王唐嘉宏克福伤病 刚刚稍早七点半 出赛了单杠的决赛 而这一回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他是有伤在身 常常刚刚复远的状态之下出赛的 他是阿基里斯健的锻炼 但是半年之内呢 就完成了整体的训练 还有商誉付出 同时在预赛也跳出了好表现 所以现在大家就好奇 台湾的体操第一面金牌 会不会是由猫王所拿下呢 不 即便受伤都没有放弃希望 他就是体操国手唐嘉宏 因为猫跳动作相当突出 拥有亚洲猫王之称 这回代表台湾为国争光 但其实训练过程却相当坎坷 他却不为逆境中成长 而会踏上体操之路 就是因为幼儿园有轻微过动 经医师建议被父母带到台北 学习体操来消耗体力 小学二年级看了纪录片 翻滚把男孩就从台北 搬到宜兰就读公正国小 正式展开体操训练 最重要的是就是因为我自己 也会每天看影片 其实最实在的就是 自己看自己的影片 自己有没有进步 我觉得这是最实际的 不断刷新中华体操代表队 夺牌记录 曾获得亚运及世大运 单杠决赛金牌 去年阿基里斯建断裂 缺席成都世大运跟杭州亚运 但他却只花了七个月的时间 重返战场 再次夺下奥运门票 这个动作应该是算国际等级的 因为他的动作应该是做到 国际会把它认为一个标准动作 横攻丢杠 完全身体杠子的时候再做接杠 可是他又把它进化 再多转的做一个500次 再做接杠 这段期间班导师都有持续联络 对他相当看好 而唐嘉宏的学弟也跟随脚步 认真练习 未来肯定也能站上世界舞台 TBS新闻蔡明徐杰大成 也身份宜兰采访报道 好 那么现在巴黎奥运的单杠决赛 正在进行当中 希望我们的台湾猫王亚洲猫王唐嘉宏 能拿得好表现 不过就要请教我们的巴黎特派员 小兰跟姓翰了 这一场仗对他来说 是不是有点困难 对上的中日选手都不是省油的灯吗 好 谢谢主播为您持续锁定 今天下午体操赛事的重要关键 在今天下午体操呢 要进行的是单杠决赛 我国的猫王唐嘉宏 也即将在这场决赛当中来登场 我们现在看到唐嘉宏 在这个资格赛的时候 是绞出了14.933的好成绩 在全部参赛股当中排名第二名 而且各位观众朋友 唐嘉宏呢 在这预赛呢 是轻轻松松 因为他没有把难度分给调上去 教练现在说了 这段时间完全都让唐嘉宏 在积极的训练当中 预计在决赛呢 会再把这个难度给调上去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甚至可以突破他之前最高的15.350分 这个分数代表了什么呢 如果真的可以完成 之前达到的15.350分 这个分数放映在过去几届的 奥运单杠决赛 是有机会来冲击金牌荣耀的 那现在唐嘉宏 大家可以看到 在刚刚的新闻有说到 就是他之前受到了 阿基里事件的影响 所以他去年缺席了杭州亚运 跟成都市大运 但是经过这一阵子的修复 现在已经满血回归 唐嘉宏在日前台湾受访的时候 也说了 他把握每一分 每一秒复健的时间 来到这一个战场 说真的 他是现在的体操希望 所以他也是沉着应对 他希望能够在 等一下就要马上登场的 体操单杠赛事 角出好成绩 我们也预估 他真的很有机会来冲击中华队 本届第二面奖牌 金牌荣耀也非常有可能入带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锁定 唐嘉宏的最新消息 主播 好的小兰 我们观众朋友 跟我们棚内的所有的同仁 也都期待唐嘉宏会带来好表现了 不过接下来呢 刚刚稍早的赛事 终于啊 这不再是这个桌球老将 庄志源一个人的武林了 在我们的桌球男子团体赛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这个庄志源 带着林云如 还有他的弟子兵 一同上场挑战 据说已经顺利前进八强了嘛 好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在 那个桌球赛事的部分呢 现在进行到男子团体赛的部分了 第一场比赛可以看到 我们对上了埃及 是表现得相当出色 这个第一点呢 是由这个高成瑞跟庄志源 师徒出击 最后是拿了下来 第二点由林云如单打出击 也没有问题 经验技术都非常的老到 第三点呢 是由高成瑞来负责 也同样没有问题啊 这个呢三个人呢 将是用命 在八强呢 顺利的是晋级到了这个地方来了 而且可以看到 对上埃及这样比赛 所以每一场 每一局 每一点都是惊险过关 尤其在第一点的时候 高成瑞呢 跟这个庄志源 甚至一度被对手呢 拿下了第一局 不过没有关系 后面是越打越稳 所以后来呢 是直落山呢 直接把埃及送走了 我们也进行到了八强赛 所以除了男子团体赛事部分呢 桌球的在女子团体部分呢 接下来也要随即登场 目前看到了 因为庄志源已经是六朝的奥运元老 这一届呢 因为排名的关系 他没有出赛 在个人赛事 来到了这个团体赛 他的经验 相信大家都不用说了 六届奥运的经验相当丰富 带领的林云如 带领的这个高成瑞 一步一步的往上推进 我们也发现呢 他们非常有机会 能够来挑战后续的更高赛事 现在通过新闻 我们一起来看 台湾驻守男团奥运首战 对上埃及 但第一点却缠斗将继 一个小时 有四十六岁的庄志源 十九岁小将高成瑞打头阵 手机掀开枪 但却不断被对方追分 连续两局都吞败 到了第三局 终于回神打下十一比九 第四局再拿下 决胜局以三分差收下 连追三局开红盘 第二点则是主力对决 林云如对上贝阿利 首局一路领先十一比七拿下 但第二局却一度落后 连赶三分追到十比十 第三局小林同学 也先开张 以十一比七拿下比赛 我还是希望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比赛 这样子可能心态 就是自己的 呼吸压力可能也不会那么大吧 正常发挥才有机会血耻 第三点由小将高成瑞出战 最后以三比一收下比赛 而以上届东进奥运来说 庄志源跟林云如搭配陈建安 最后只拿下第五名 这回不但是六朝元老庄志源的最后一届 又由小将加入 打起来特别不同 游泳哥他应该也就是最后一届奥运了吧 然后自己也是第一届参加 能这样的机会 应该也是算最后一次了吧 那当然在场上的话 因为会在团体赛一起出战吧 那当然还是会尽全力想办法 然后去为团队争取最好的成绩吧 每届其实都不会想到后面 然后像如果有或许未来 可能是以不同身份去的 真的打高运母可能就大半年 或一年我想要先休息 就在球馆教小孩子 最后再拼一把 不只要帮这回的桌球项目留下奖牌 也期待能超越上届成绩 TBS采访团队在法国巴黎的采访报导 而庄志源带着小将们打球 也是一个美好的世代传承象征了 而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请教小兰的是 我们的全级选手林玉婷 在风风雨雨当中 但持续挺进赛事中 那么今天传出国际全总 似乎又要再对她发动一些声明 以及攻击了吗 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林玉婷 真的是面临到了很大很大的风波 在之前就已经不断的 着到质疑她的性别 本来都已经过去了 因为我们都包含像国际奥会 还有像中华奥会 都已经提出了她有利的相关证明 就是说她就是一个女孩子 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IBA 国际全总又在巴黎这边 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要针对这个林玉婷的性别质疑 说要开记者会 内容呢现在还不知道说什么 因为待会才要进行 不过现在我们觉得非常可疑 非常匪夷所思的事就是说 因为林玉婷呢 她从很小很小出生的时候 她的身份认识号就是二开头 没有人会为了预测到二十几年后 要比的比赛而把自己呢 去刻意改成性别 所以这在我们护生事务所 一出生的时候 其实林玉婷就是一个二开头的 也就是女孩子的一个性贞 而且后来在后续的比赛 有这样的质疑 我们也提出了证明 还有医学资料佐证 包括连奥会巴赫主席都已经说了 她的问题没有问题 她的身份也没有问题 她的性别更不是问题 但是现在保加利亚的选手 不断针对这件事情在提出质疑 现在连国际选手 就是当初去年在2023年市井赛 很野蛮强横的取消了 林玉婷的铜牌资格 当时呢 林玉婷自己也说了 她好久不明所以就被迁下了一些文件 只有就被认为 她的染色体有问题 我觉得这是蛮粗糙的一件事情 因为当时其实她已经 当时就击败这个保加利亚的选手 拿到四井铜牌 但就是因为国际选手 认为她的身份不符 认为她的性别染色体不符 所以强迫 也是蛮横的取消这面铜牌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四强保抵 国际选手又在出招了 不过没有关系 真金不怕火烈 证据就是摆在那边 国际选手要出来开记者会 我们就让她开 但是呢 事后要怎么样来处理 我们会持续的为您锁定最先的报道 会持续的为您来了解 主播 确实上小兰刚刚讲到义愤甜 就算林玉婷呢 在赛前碰到这些性别抹黑争议的 舆论风风雨雨 她还是持续的不断向前迈进 我们也期待 她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华队 来顺利夺牌 不过在全集赛场上 跟她一样 面对这样的性别霸凌 跟侮辱的还不止她一人 同时还有阿尔及利亚的克利福 夺牌选手 也被国际选总 还有其他的体育界人士 质疑她不是女性 阿尔及利亚女将克利福和林玉婷 一样卷入性别争议 她现在公开站出来 呼吁停止霸凌 克利福卷入性别争议 遭激进网友仇恨言论攻击 不过她说她没有因此丧失斗志 对国际全集协会 IBA提出的质疑 国际奥委会再度替林玉婷 背书认为IBA提出的检测 充满问题 华盛顿邮报爆料 这次的性别风波 可能是俄罗斯在背后搞鬼 因为俄国这次被竞赛 国际全总主席又是俄罗斯籍 美国拳击协会早就料到 俄罗斯可能借机干扰奥运 美国先总统川普也跟着 蹭声量怒呛国际奥会丢脸 让男性登上女性运动项目 如同林玉婷先前所说 认为对手就是因为害怕 她的实力才会对此大做文章 还内外不少拳击粉丝也发声相挺 而中国的体操调环选手刘洋 拿金突破了无金的酒精 大陆体操选手刘洋 在男子调环以15点30分 完美表现未免 夺得大陆在巴黎奥运 首面体操金牌 而大陆队的周靖元则是银牌 双双顺利夺金又摘银 比赛中刘洋尽管在调环项目上 不负使命拿下高分 但因为他是单项选手 无法在其他五个项目给队友带来帮助 反而让其他几个人不得不 基本每一项都得上场 间接导致了另一名大陆选手 苏伟德不堪压力 出现两次掉杠的严重失误 最后落后了日本获得银牌 刘洋自责可以的话 他愿意用个人金牌换取团体金牌 刘洋之前连续两届奥运夺得金牌 其实也打破了大陆体操队 在本届巴黎奥运的金牌荒 TVB新闻谢贤熙 陈向如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刚刚高雄发生了严重事故 六十五岁的女驾驶忽然失控 撞二十四车 交给记者 今天四七拍下当时路口正红灯 结果车辆才要停下来 没想到一辆黑色轿车 突然从右侧撞了过来 直接撞上了银色轿车的侧身 停在马路中央 但不止这辆轿车被波及 竟然还连撞了二十四辆停在路边的机车 事件就发生在高雄新兴的复兴一路跟复衡一路路口 在今天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一名六十五岁的戴姓富人 她疑似因为身体不舒服 结果突然向旁边擦撞了一整排停放在路边的机车之后 又再撞上了行驶中的自小客车 那还好目前是只有女驾驶 她因为身体不舒服被送往医院来救治 不过呢这一起车祸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 我目前呢警方呢也针对这名驾驶进行酒册 没有酒驾状况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请不吝点赞订阅